据报道 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称 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者 报告还称 俄罗斯是美国的威胁 对此 汪文斌作出回应 汪文斌表示 美方上述国防战略报告 充满冷战和阵营对抗思维 中俄是两个大国 美国企图遏制打压中俄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美方应当反思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对制造假想敌 无视他国政治安全关切 调动集团对抗的做法进行检讨和纠正 我们敦促美方认真落实美国领导人做出的 不寻求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等表态 与中方一道努力 找到新形式下 中美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代代 在乌克兰可